立法院召開黨團協商有點小火花 藍白鎮營近日平工高端疫苗合約不公開 更喊話召開臨時會 黨團協商近一個小時後 有共識將在週二早上九點 請行政院長陳建仁跟各部會首長 針對高端爭議專案報告並備詢 不過藍白主帥再割空請要 在野黨挑在選前再翻高端疫苗就案 被綠營認為政治操作 媒體人汪傑明就翻出過去高端公司公告 打臉在野陣營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號高端公告指出 公司與機關署簽新冠疫苗採購合約 總價金額四十億三千萬 公司財報銷售金額扣除營業稅 及部分批次延遲交貨扣款 累計營收三十六點二億 預計總任列營收三十六點四億 實際營收任列與合約履行假金一致 這一年多前就曝光的資訊 讓汪傑明嘲諷弊端在哪 回由於作為新北市消失的市長 要多讀書啊 對於藍白的質疑 賴清德也正面回擊 我的態度沒有改變 那現在立法院已經要進行臨時會討論 那我們就交給國會好好來討論 我相信啊 真理會越變越明 明說公開沒意見 不過選前關鍵時刻 藍白的動作頻頻 難免被連結意在賺取選舉紅利 最近黃新城 正凱中 A3雙數 聽不到